我們假設希望把剛剛的這個範例的資料 改成抓環保署的官網上 我們先不要抓比較負其他的格式 因為目前用的最多就是CSV 其次可能就是Json或XML 所以如果這些格式你都可以有辦法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以後應用我想應該大致上就比較沒什麼問題了 只要網路上的相關的格式你OK 然後抓取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存在資料 做法當然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拿 假設我們拿剛剛的這個當範本 比如說第一步我們要下載 下載Ctrl-C 那如果你就在這邊建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把它Ctrl-V貼上 貼上之後再修改 改哪裡?改這個網址 所以這個網址的話 你就可以拿環保署按右鍵 複製連結 所以以後你可以固定一個SOP 只要那個SOP沒做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程式也不會寫錯 只是說有些地方可能要注意 比如說我現在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encoding等於CP950 那執行當然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 它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發生錯誤呢? 因為編碼方式不對 跟各位講喔 其實目前我遇到 你會發現喔 抓了可不可以抓下來 可以 但問題喔 就是這個地方會亂掉 那亂掉的話幾個方法 其實目前的編碼方式 主要就兩種 好像目前看起來沒有第三種 不是CP950 就是UTF8 所以有個方法 如果CP950不對對不對 你就把它改什麼? 改UTF8就可以了 UTF1-8 好 執行 那看一下結果 不過我發現環保署官網好像有點賣 正常了 有沒有發現 甚至喔 我試一下 我記得好像喔 如果我不加UTF8 它預設好像就UTF8 所以執行之後的話 也 這一行不加的話 也不會是亂碼 應該是跑完了嗎? 還是怎樣? 有 對 因為可能有 是不是說 學校有裝那個PLUS的那個Server 就是說 Catch一下 對對對 反正的話 剛剛第一次很慢 第二次突然變快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假設說你的encoding 你的編碼方式 如果 不是 這個 就是CP950才需要 就是 假 如果UTF8可以不加 但你要加 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地方 大家跟各位說一下 好 如果你想要省這一行 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這樣不是 三行搞定了 所以你會發現request其實還蠻好用 request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模擬一個瀏覽器物件 但是它的功能很簡單 就是抓上面的資料就對了 OK 可以自動判斷嗎? 它擋頭是不是有喜 可以有發揮的資料 自動判斷 會不會很難 這個可能要 花點時間 對 花點時間 而且 亂碼 這個假設 我必須要 每個都去幫我們知道 它是哪一種的格式 那如果是正在做大量資料的時候 對 那 應該是要用它資料看過 對不對 所以 可能就是在抓 抓它哪一個 就是檔案開頭的地方 或什麼吧 可能要這樣 開頭有一係數 它那個screption 應該可以抓得到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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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有個方法 就是說 對 Check它的屬性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不過還是要去開它 就是說 記事本 另存心檔 我之前講過 它這邊具有那個 開頭的那個 它有兩種 一種是有開頭 有一些 記載一些開頭的一些 一些 一些Mark在上面 另外一個UTF8 反正這兩個就是UTF8 另外一個就是ANS ANS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CPG50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個出現就UTF8 但這個動作的話 要怎麼可以 我如果 還沒去開檔之前 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訊息 那更好 目前的話 我們都是有手動的 可是如果說 我今天用程式來做的話 怎麼做 也許想想看好了 這個問題 我倒還沒有 真的特別 應該是辦得到 只是怎麼做 可以也許 你們再去找一下 相關答案 Google一下應該有吧 好 那第一步 我們已經把檔案下載了 可是第二步的話 因為這個資料 怎麼樣 它是 一串 一個一個資料 那所以說 我必須怎麼樣 把它切割 一個蘿蔔 因為現在是整個 一整個是一個 一個字串 那我 一個整個字串 我沒辦法把它塞到資料庫 所以呢 如果我要把它塞到資料庫的話 接下來 我可能還要再做 第二件事 就是按右鍵 用什麼 NodePay++ NodePay++打開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前面講過的嘛 特殊資源 我建議是顯示所有資源 你可以看到 它的尾巴是什麼 CRLF 那CRLF 不就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對不對 然後就切切 所以其實 這個 跟剛剛的程式 好像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再往下拉到最底下 大概一樣 不過 你會發現 底下好像有個空白 多一個空白行之類的吧 不管 我們試試看好了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可以拿 剛剛的程式 直接就拿來用 所以剛剛第二段是什麼 切割 換行 Ctrl-C 然後呢 直接 Ctrl-V 貼到底下 那我們就是 這個print 這個就不用了 Ctrl-E 這個把它關掉 就是 它這個資料下來之後 那我就把這個HTML裡面的文字 做一個切割 那切割的話呢 就按照它的反斜線R 反斜線 一行一行幫我分開來 所以呢 你這個時候如果放在List1裡面的話 那就是一行一行的資料 這個我就 一樣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現在不太知道 到底裡面是什麼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怎麼 print之後的話 把這個List1 怎麼樣 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OK 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啦 OK Ctrl-加 放大一下 這樣程式比較大 執行 有沒有 它就切完了 切完的話你會發現 中國阿虎開頭 然後呢 這個就是 具有開頭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那個 UTF8開頭的一些Marker 這個先不用管它 這是一些符號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 第一個資料 豆點 第二個資料 豆點 就是依次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總共會有 12345欄 然後這邊也是12345 依次類推 那怎麼樣再把它做切割 所以它已經切開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把這個List1 做細部的切割 所以底下的話 在細部切割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是 再把List1 這個print這個把它關掉 FOR I IN RANGE 那我要避開這個的標題 所以這個標題不要的話 能從1開始 不要從0開始 那LEN的話 其實理論上不用-1了 除非說它有多一個空白的行 才需要-1 我們試一下 裡面一樣什麼 把它裡面按照豆點把它分開來 所以Split 豆點有沒有 把它切割完之後的東西 一樣放在List2裡面 然後 這一行的話 是之前因為 它好像是在第四欄有空白 所以這一行其實不用了 這樣就OK了 那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按照豆點幫我切開來 然後並且把它放在List2裡面的串列 看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這個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從最上面第一列的話 因為我避開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第一列裡面就沒有藍位名稱 直接就從心盈開始 然後它心盈 這應該它的限式吧 然後它的PM2.5的值 然後哪個時間 然後呢 它的unit就是它的單位 單位這個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微米還是什麼 好像是微米吧 OK 那底下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 最下面好像因為有多一個空白列 那怎麼辦呢 多這個資料 那就把LEN這邊-1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不要 把這個-1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 最下面不見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啦 就等於是我們又第二個步驟 OK了 那第三個步驟呢 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SOP 就差不多固定的 有沒有 然後只差別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encoding 把它換一下 另外它剛剛那個 空白的部分去掉 這個沒有空白 所以不需要去掉 再來就是什麼 Import那個什麼 Sequel Line 3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兩個Import 其實你可以寫成這樣 加一個Do點 然後把Sequel Line 3 有沒有 放在這個後面 你就不用兩個Import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 比較清爽一點點 OK 不過先不管 反正我們先這樣 剛剛的步驟 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一樣就是 把這邊 建了一個Db 然後呢 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Table 然後呢 再把它Create Table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這些的話 可以Ctrl C 直接把它放在這裡 建資料 資料庫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不要叫Market 叫PM25 PM2.5 然後名稱 我們的那個Table名稱的話 乾脆也叫PM25 PM25 然後 這個叫PM25 然後 藍位名稱的話呢 文字 文字 這個可以數字 也可以文字 我們一樣用文字 所以乾脆全部都用文字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全部的話 就把它Ctrl C 這邊的話呢 就是Test 這個也Test 好 OK 這樣比較簡單 A B C D 都用一樣的 再來的話 底下 所以這個就已經建好資料庫 建好資料表 五個欄位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再把它做 Insert into 所以呢 把這個底下的 這五行程式 Ctrl C 然後呢 把它放到 這邊底下就可以了 貼上 一樣什麼 Insert into 我看五個欄位 這五個欄位應該 應該都OK 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不要動 所以這邊不要動 會需要動的話 應該是這個什麼 Insert into 這個的Table名稱 我們剛剛是把它改成叫pn25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Insert into pn25 然後Value 就是一個欄位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Test Test 文字嘛 所以要記得喔 大瓜虎 剛剛是Double 前後 我把單一套拿掉 那因為現在改成的是文字 所以記得喔 前後也要加單一套 OK 好 改完畢了 應該沒錯啦 好 基本上的話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 撈下來之後 幫我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其實喔 好像還蠻簡單的 程式也不多啦 反正就照同樣邏輯啊 你又套用 我是建議喔 回去的話多找一些範例 因為在政府開放之下 有四萬 快五萬種資料 那CSV就有三萬多種了 投資理財 我看也都幾千種 上萬種了 一堆啦 你都可以每個每個試做看看 我看好像大部分應該都沒問題 OK 所以如果你多做幾次之後 這個應該也有滾瓜爛縮 也沒什麼 OK 好 那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寫入成功 看到如果寫入成功 那表示OK 寫入成功了 好 那再來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再去用 Codeign Browser 去開啟我們的PM25 有了 有沒有 打開之後的話 就有PM25的table A到EOK了 table有沒有 裡面總共有154個側站 裡面就有相關資料 也就通通出現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很快 可以把資料給抓取下來 不過它好像每一個小時 跑一次的樣子吧 它這個好像是 2021年的1月20號的8點 為什麼有的是3點 有的好像還沒更新 OK 有的有更新 有的沒更新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做法 然後呢 只是修改一下 換成是這個PM25的資料下載